这是一个委员 请署长 来 署长请 廖委员好 我不晓得你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的医护环境怎么样 那我只记得我念书的时候 这个 原部电影叫《风流医生翘护士》 被受很多人的喜欢 因为那个时候 医生是一个 象征社会地位的一个最高的 其中一个最高的职务 那么富士也不遑多让 那个时候 但是曾几何时 到了今天 不单单是医生的社会地位沦落 那今天我看了你们的报告 我们还真的是帮护理人员 捏了一板冷汗 不单是护理人员 医院 他的整个治疗的环境 照护的环境 是一年不如一年吗 我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当护士 或者是考上了护士之后 不去就业 或者是毕了业 根本就连考试都不要考 可以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处境 你曾经管理过一个非常大的医学中心 那么到了书里面也一段时间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 应该会有一些想法 那我们今天来再一次的跟您来探讨看看 马总统在四年多前第一次竞选的时候 就提出了 要让我国医疗的相关费用 占GDP的 目前是6.1 那个时候是6.1 要提升到7.5% 那个证件依然在 但是四年来 我们最近再重新查阅了 我国的这个医疗费用 占GDP的比例还是6.28 6.98 98吗 现在是6.98吗 6.9左右 6.9 6.9 跟我们原先预定的差距还是很大 所以我一直在想 很多医院的经营人 这个负责整个医院的经营的人 想尽办法 从药费来赚取这个药价差 他不是想要 而是因为整个营运的经费不足 他必须应付所有医生的薪水 护理人员 所谓医生人员的这个薪水 我还要应付这个 大大小小的开销 根本就不够嘛 不够嘛 所以我们一直要求 政府应该在这个部分 想办法如何让 GDP的战略 这个医疗费用的战略 真的能够快速的 尽快的达到7.5% 我个人认为呀 今天复理人力 复理的环境 乃至护理的困境啊 都是因为 总额的关系 政府的投入不足了 政府的投入不足 如果我们今天 真的是达到了这个7.5% 医院的管理人 经营人有足够的 这个费用来 应付所有的这一类的开销 包括我们医护人员的开销 今天我们就不必再面对 医院要关病床 关病床要怎么办呢 会造成社会问题呀 不是医疗问题 而是整个是社会的问题 对于这个GDP这个部分 您经常跟总统有机会碰面 有没有曾经为医界 极力争取过这个 我想这个一定是一定要争取的 那么当然这个到7.5%这个路 还有一段路 但是呢 我想从这一次二代健保的开销 然后补充保费 然后再加上长照 将来的包 还有包括人口老化 新仪器等等 我相信这段时间会一直在成长 成长从哪里来 除了我们现在二代健保 所以要用补充保费来补 那补不了多少钱 还有长照的投入 还有这个新仪器 新科技 最近的发展也很快 当然包括这个重大伤病的 一直在增加 这些都有相关的关系 好 当那些政策都落实了 你认为那时候的所谓的GDP 会达到7.5% 还有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努力的 比如像国际医疗 这些我们再努力的话应该可以到达 还有生技产业 这个都包括在内 那我们回过头来来看看现况 报载号称 这个台湾的病房可能要减少三千床 这个整个医疗体系能够承受吗 如果真的减了那么多的床位 他会从哪里开始减 从北部吗 还是从南部 还是从这个更远的地方 开始减床 人力会往哪里流 你认为 是 一般是还是从那个现在占床率比较低的医院开始 那个我想 那前面已经有报告过 就是说医学中心事实上人力还少的比较没有那么多 对 那么大部分还是在地区 我想这个石处长 那个不是重点 那个苏六 现在 所有的医师人力 有没有哪一个植物是 大家都说 这个植物真的很好 很舒服 薪水又高 工作环境又好 有没有哪个植系是这样的 现在没有 大家 这个跟社会背景都有关系 所以每个植物都交鼓连天 风气背景 还有生态的改变 这个非常复杂 对 如果我们拿中华民国跟美国来做比照 你在美国也待了一段时间 它的差异在哪里 为什么美国 当然他们的妇女人力也是需求非常的大 我也见了我们很多的朋友 通通都往美国去了 那台湾呢 台湾的 有一个现况 现在除了刚刚我讲的GDP以外 就是医疗经营人 刚刚也有委员在问 现在北区的点值听说就0.89 没有 现在是还是平均是0.93 平均 我说北区 北区没有那么低吧 北区现在多少 这个区分成两个部分 最低的是台北区最低的是台北区 其次是东区 目前目前现在全国最低的是台北区最低 嗯 那第二个低的是东区 那 那北区还算是全国平均之上的 所以那个苏六啊 现在这个人力啊 不足是真的哦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不想待在医院啦 大家都不想待在医院啦 我接到的这个服务案件啊 跟刚才一个委员提到 一样 人人啊都想离开医院到公部门去 不论是 卫生局的这个卫生所也好 甚至到 我们的学校 学校是首选啦 因为不必值班嘛 业务也不多 然后就是卫生所 虽然工作多一点 但是上下班 没有所谓的夜班 现在医院啊 这个整个环境真的是 雪上加霜 如果 关城要关那么多 然后人力又那么紧 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结果 你有没有想过 用公务预算 来补这个部署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可能性 是 当然我们先从总额的 这个20亿先投入啦 那么总额20亿投入以后 那么一般 我们再来看看 是不是需要从这个方向走 因为到又动到那样 就非常的麻烦 所以你现在点到呢 你这个20亿 还是健保里面挖出来的呢 是吗 对 不是公务预算呢 健保里面 像你这个 东挖一块补息 没有什么成长啊 整个医疗的费用并没有成长 包括委员 我们这个整个 卫生署的budget都没有成长 所以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要改变一个思考 对 建保费 大家都缴 覆盖率百分之九十九点点几啊 几乎是百分之百 那么 现在我们看这个 医疗医疗院所 它的服务面 也是 全国的这个民众呢 所以不管是保费也好 公务预算啊 都是民众缴出来的钱啊 所以我们明明知道它不足 健保的费用是不足的 可以 你有没有机会跟金建会啊 好好的报告 我们 为了要让整个社会更安定 啊 病人的这个照顾得以 有一个好的品质 所以必须要用公务去补 那个不足的部分 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对话 或者谈话 还是你直接说 反正我就是一年五千亿嘛 我就是用这五千亿就好了 没有 去年我 我有跟他们都对过 跟金建会对过话 所以去年的总额有成长一些 成长一些 对 比前年的三点多成长 还是不够嘛 还是不够嘛 我有机会啊 跟颖主委啊 来谈这个事 他们是蛮鼓励的 蛮鼓励 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改善计划 然后这个经费 从公务预算来支应 他认为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特别问你说 你有没有距离力争过 说这个 这个整个国民健康 必须要有 年初年底的时候在讨论 今年的年底 那是明年的事啦 对 那今年已经确定 4.7 增加多少 增加比前年增加1亿左右 1亿 1% 1% 1%就是50亿吗 差不多是这样 那还好 还好看一点 但是就整体的需求来讲 还是不够的 当然 所以我建议啊 苏六 是 你有机会 这个整个改善计划 因为当时啊 那个颖主委是说 问说 可以提出一个CMI 值比较高的 他们可以support 用公务预算来 帮你们的忙 来帮国民健康的忙 有机会 我再跟你聊这个事 好 谢谢 谢谢 好